这么美的欧峰陶瓷 竟然全都是美的影台湾 讲到陶很多人会联想到英哥 不讲你可能不知道 苗栗英哥在早年同为陶瓷重镇 也同样发源于假期年间 只不过英哥产制的大部分是生活陶 苗栗则以装饰艺术陶为主 多拿来外销 而像这样的彩陶技术 是由日治时期引进台湾 加上细腻的手工彩绘 在民国70年左右 大量外销是Vigo 加拿大 德国 英国等等 默默为台湾带来丰富的外汇 苗栗陶瓷最辉煌时期 有多到400多家的陶瓷厂 直到20年前左右 台湾工资涨价 国外订单陆续转向大陆 台湾陶瓷工厂外移或小规模经营 在苗栗只剩这里 能看到完整的手工工厂制陶过程 也就是一条龙生产 一进门看到大量的土胚 都是用像这样的石膏膜制造出来的 这个有彩绘 要一件一件彩绘 那么彩绘完了就烧出 炸药的去烧出来 这个就是经过人工彩绘 经过速烧后才能开始上釉 再经过一次千度高温又烧后 才能长成这样 而当年这样精美的彩桃 也因不敌产业兴衰 现在变成绝版品 不再出产 了解制陶过程后 就是DIY时间啦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公仔彩绘 或盘子彩绘 动新闻怎么能画得这么好啊 报导